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王并没有要用石器做成来交换美玉的诚意 和氏碧在我手里 如果大王不守信 我就和宝玉一起撞到柱子上 有话可说 不要毁了宝玉 那就请大王沐浴摘戒五天 与此来表示诚意 好吧 我答应你的条件 令向如根本不相信秦王的话 夜晚他便派仆人带着和氏璧 悄悄返回了赵国 五天以后秦王知道了这件事 也只好放了令向如 完毕归照 第一把原物完好的归还给原主 明镜与点点栏目 起床